好 接下來的全國投票 歡迎收看今天的金錢到 然後就勾起來 對吧 如我上次所說的 在一個區間裡面 看似震盪 其實你要挑出肉來的話 我想起一件什麼事情 就是說比方說螃蟹好了 螃蟹有很大的螃蟹 對不對 雖然有人說 聽說是誰告訴我的 帝王蟹其實不屬於蟹 它是另外一種 我不知道了 不是重點 問題是很大的螃蟹其實 肉很多 對吧 一隻腳就可以吃飽了 很大一隻 跟吃雞腿一樣 那有一些螃蟹很小 大雜蟹很小一隻 很小一隻 那你會覺得它沒什麼肉 不會吃的 會吃的人都很會吃 吃得很乾淨 我曾經在上海 看過那種真的很會吃的 很誇張 就是 把殼剝下來 然後裡面吃得乾淨淨 殼都沒有破壞了 把它蓋回去 我以為那隻螃蟹沒有碰過 現在打開裡面就殼 空的 神仁 吃蟹神仁 就是那個 它不是有那個八隻腳嗎 八隻腳那個腳尖 折掉一半 一根針 它就把它推出來 下面一盤肉 都不知道 不知道這些是怎麼回事 就 如果你從小吃 你就很會吃 就像你住在什麼地方對不對 從小吃那個東西 你就很會吃嘛 那我要強調一件事情就是說 一個行情它有沒有肉吃 是要看你會不會吃 那不會吃找很會吃的人對不對 這個行情為什麼會折磨一些 這個市場上的投資人 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說 過去的兩年 那這段時間其實有一些朋友 他習慣做突破買進 對不對 突破買進是一個 我們說 回溯買點最便宜形式的東西 就回溯買點 什麼叫回溯買點就是 我現在回溯一個大漲的股票 你看當時高利起漲的時候 就是因為MACD在底部黃金交叉 就是因為KD在20以下黃金交叉 就是因為周線 月線 帶量 長紅 法人 在這裡出現 營收 創新高等等之類的 就是說 你對一個成功的案例 去解釋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原來當時買在突破的地方 是最好的 對不對 就是過去你曾經在 長榮 陽明 萬海身上賺錢 原來買在突破的地方最好 所以你創新高去追就對了 創新高你去追就對了 當時台積電我也是這樣做的 創新高去追就對了 過了500看600 過了600期待700 追就對了 那麼在多頭格局的噴出段 追就對了這件事情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你不追 你就會被別人鎖掌停 很重要 因為在錢比人多的時代 大家拼膽 對不對 誰敢槓桿最高倍數 他就是贏家 投信出來買天玉的時候 敦泰剛開始漲的時候 他第一根發動 都是用跳空的 你只能打市價單 排隊漲停 看能不能輪到你 有的人說等到輪到你的時候 就是高點了 不是 他一漲漲了十根漲停 如果你能夠買在前三根漲停 主上有得 因為你可以再賺七根漲停 你說追漲停本身對不對 沒有錯 連投信自己都這麼幹 對不對 天玉在漲的時候你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一路上去 一百 兩百 三百 這樣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一直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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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不追嗎 你不追你就不會有績效 但是你能不能夠把它反推回來說 追突破這件事情是對的 這個問題就好像是你來問我說 穿羽絨衣對不對 你現在15度 穿羽絨衣當然對 你要不要夏天穿羽絨衣試看看 你穿看看 你看 你當心中暑我幫你打119 對不對 你看天氣 所以你今天問我 追N字突破對不對 這是N字突破 是嗎 N字突破是這樣教你的嗎 你不要忘了N字突破 除了突破之外還有一個N字拉回 對不對 現在是夏天還是冬天 現在是三千億的量 還是一千多億的量 對吧 這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你就是在 冬天那個冷不垃圾的時候 你跟人家穿那個假腳拖 對不對 行情就沒有那麼大的量 然後又靠近年底 本來就是2022要換2023的時候 很多人去追突破 追突破就很簡單 就告訴你說18000一定會來就好了 市場上很多這種老師 我昨天就跟你講過 99.999的老師都看多 你們老師不是看多嗎 還不是跟我一樣看多 一樣 那為什麼輸我 你勾一下這個拉回 你就不會買 你上個禮拜如果沒有賣 我問各位一件事情 今天大家看到中行漲停好開心 每個人在那邊對不對 今天節目都不用開播 之前觀眾在想什麼我都知道 蔡振華今天又要囂張了 他又要在那邊囂張了 那個蔡振華又要囂張了對不對 禮拜那個上影線又被他堵對了 你看他又要囂張了 那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我一直對 你反過來想這個問題 為什麼老師一直錯 看起來好像都沒有錯 你就看看整天不是追高這個 追高那個 就是追來追去 就是追高 套牢以後就躲在基本面後面 告訴你說業績有多好 套牢以後就躲在三大法人背後面 告訴你說投信還沒出 套牢就告訴你說 上看1萬8明年一定看1萬9 那這就是 我們跟其他老師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昨天有跟你講 誰都看多 誰沒看多 全台灣都看多 巴菲特都已經買在那邊 你要怎麼看空 你怎麼看空 台幣都看到三字頭了 你怎麼看空 對不對 都已經漲這麼多了 你底部怎麼破 美元指數都彎頭了 你說你指數你怎麼破 誰不看多 但你很奇怪 那既然每個老師都看多 為什麼績效差這麼多 原因就是我講的 只會追 硬碰硬硬硬幹狂追 這個牢就一直喊 對不對 你沒有發現你們老師 每次講什麼就喊什麼 什麼他都有 對不對 所以勾下來 勾上去這個很重要 你知道嗎 你比方說 螃蟹有沒有肉 你說這個有沒有肉 這個擠在這邊這樣有沒有肉 你說這大閘蟹沒有肉 會吃就有肉 這邊先賣 這邊買回來 你就有肉 這肉就你的 利用美國大跌再大漲 是不是一個新的循環 美國真的大跌了對不對 機會總在下跌之後 昨天這一根反攻對不對 這個好比說 吃湯圓 今天一定爆滿 你排隊吃一碗湯圓 搞不好排隊一小時對不對 有幾間湯圓名店 要排很久 主力很簡單 晚一天再拉 你們排你們就盡量排 我明天去吃 滿滿的沒有客人 我一個人吃10碗對吧 今天尾盤大漲 結算完果然如果預料大漲 你看到沒有 這跟我畫的一模一樣 我們今天有一個朋友說 什麼叫感動你知道嗎 跟你講說這一根會下去 再勾上來 禮拜一這叫什麼 這合圖落數還是推背圖 我們有一個朋友 感動哭出來 重點不是在於他中行賺多少 那個叫做基本配備 重點是在於 拿回了人生的信心跟發球權 他跟我講一件事 兔年他要三級跳 當一個人在發光的時候 全世界的錢往他身上靠攏 為什麼 信心回來了 那種感覺你一定曾經有過 當你一直對的時候 整個人在發光 你的無體感官都會知道 你該往哪裡走 就好像是世界隨著你在 以你為中心轉動 因為你一直對 你條件再好 學歷再高 你再怎麼優秀 連錯三把 四個字 灰頭土臉 對不對 我有沒有講錯 很多啊 很多上個月 彈上了一千點 很多老師容光煥發 這個禮拜不是灰頭土臉嗎 一下說這個也有 一下說那個也有 搞了半天全部都在追高 追了你也不會陪喔 他就是盾在那邊 黏住了 為什麼要黏住了 洗泥嘛 因為你喜歡追突破 你喜歡追藏紅帶量 曠星高 你追我就給你 等你認輸了 剁掉一根藏黑出來 對不對 我就收 下禮拜再創新高 氣死你 這個 這個循環會一直等到 所有追藏紅帶量 破新高的人全部的錢輸光以後 行情又會回到過去那種 要追高的行情 股市就是這樣 等到大家都等拉回 就不會拉回了 也正是因為如此 所以我們實戰派才會 一直走在前面 對不對 你比方說像 華星光這個 一根藏黑 今天大家在講說 哇 怎麼辦 這個很無聊 沒什麼好講的 前面人家賺四根掌底 你分盤交易 第一天出來能夠讓你出 大家都出光了 這跟寶瑞美食不是一樣嗎 我不是教過你嗎 你接下來不用跟我講太多 什麼中化還有那個什麼 那誰啊 我們那一次叫什麼 英邦一樣 對不對 你現在 我們現在很簡單 你分盤嘛 能出十張出十張 一天出十張 十天也一百張出光了 對不對 你放出來一根藏黑 找地方截回來 那你不是截了嗎 會吃螃蟹的人 到處都是肉 津津有味 他還告訴你說哪裡最好吃 蟹心不要吃 腮拔掉對不對 吃完以後肉都一乾二淨 裝回去 你覺得螃蟹沒變過 超厲害 還可以煮一鍋粥 你看 真的啊 會吃的到處都是肉嗎 你高檔會出的 第一檔買回來 就像我跟你講的 你台積電600先賣一趟 對不對 400買回來 還是十張 帳戶裡面多兩百萬 好不好吃 今年賺兩百萬 十張還是十張 厲不厲害 做股票跟吃螃蟹 一樣的道理 好像還是 這個函式洗一洗 會上去對不對 這個就是要把追突破的人 的錢弄輸光了 那我們看一下 拉回買的幾個訣竅 很簡單 強勢股還是強勢股 那它就會震盪 對不對 它震盪就紅黑配 尤其是那種代量的時候 強勢股需要利空 第一波沒賺到 再利用這個利空 比方說像這黑棒 你刷掉它就還有高點 對不對 那因為你在刷的過程當中 市場上會 會告訴你說你要小心 生計股漲完了 之類的廢話 但是因為這種話 通常出自於 沒有賺到錢的人的嘴中 你也不用去想太多 尤其是那種 有時候電視上有一些 我舉個例子 前幾天花了很大篇幅 在跟你劫日本的 你一定很緊張 你看那種種鏡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 人家講得很有道理 然後你把股票出掉 結果今天不是被尬了嗎 拉上去你出在低點 為什麼呢 因為有的時候 沒有績效的時候 很多的節目主持人 或者是節目 為了一天的收視率 抓你的眼球 他會故意丟出那種 躲在基本面後面的東西 然後把輸贏這件事情 給暫時擱置 但事實證明是 如果你陷在日本的邏輯裡面 你的股票就是 躲在前天的最低點 我這句話完全沒有講錯 我叫你忽略的原因 是因為股市沒有跌 很多人要把那個東西 拿來當作下跌的藉口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 整天都在研究基本面 十年賺不到大錢 因為你都會解釋 但是你不會預料 對不對 你都會解釋 什麼出來解釋什麼 什麼出來解釋什麼 今天大碟 看一下電視怎麼解釋 你都不會預料 如果你要做到 預料這件事情 你要相信趨勢 趨勢形成的過程當中 磨會來干擾你 藏黑戴上影線 暴打量都是磨 叫你乖乖的 把股票交出來 然後洗掉你 該你的一百萬 沒拿到 該你的一千萬 丟給別人 對不對 那些錢應該是你的 放進你的財庫 財博工滿滿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這個震盪一下 就是幾天了 這幾天了 大概七八天了 抓第一個成功了就行了 你可以看到這四天了 暗兵不動 但是你看這個 接手的買盤很大 下影線都拉起來 下一個日出就是再次攻擊石 什麼時候攻擊石 先拿成功做案例 昨天我們講大疆 為什麼這個拉回要買 看到這件黑棒沒有 洗得多漂亮 我最喜歡藏黑戴爆量 尤其是破警線最好 注意喔 尤其是破警線 破十日均線 KD或MACD死亡交叉最好 因為 主力都知道你們在看那個 對吧 所以我就洗你最有用 把你刷上來 破十日均線最好 或者是破警線最好 破掉 破掉大家上來把你洗掉 上來洗掉 那昨天掌停對不對 今天盤中在創一個新稿 注意一下看幾天 一 二 三 這根不能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洗十天嘛 你接下來就要用十天當標準 很正常啊 因為成功的案例會被複製嘛 你洗十天成功嘛 對不對 我下一檔股票就先看你十天嘛 那也不這個我們來看 有的人說今天 升級股震盪所以危險 但也不是這樣 你如果說劍橋那幾支漲得很好 這個大概沒辦法 核一今天直接拉長庭 有的時候同一個族群裡面錢有限 那你這裡暫時整理 我就可以來拉核一 也滿好的 對 我覺得滿好的 因為對我們來講 我們說過嘛 你一檔股票真的要爆一倍 你說高地你爆一倍 對不對 精銳你要爆一倍 你說什麼創意你要爆一倍 爆的時候說來說去 那有一種邏輯就是說 你資金沒有那麼大 三百萬 五百萬 你還不如賺那檔股票 最好賺的三根長紅 然後再把錢拿來賺 另外一檔股票的三根長紅 會比較容易 對不對 所以你強勢股在震盪整理 比方說你劍橋在震盪整理 你說你其他股票先賺三根 無可厚非 反正你前面第一波 有賺到就好了 對不對 好 我們看到其他股票也一樣 所以正規均轉強了 最主要是因為保瑞 你看這一根長黑棒 有沒有 這裡分盤交易 這根跌停有沒有 再開低 洗出來 看起來沒有跌 直穩的 因為這邊的人賺很多 所以分盤交易放出來 他一定要這邊賣 中行 這個就是最標準的 禮拜我跟各位講 上禮拜有說 拉回的過程先找什麼 有表態過的股票 中國他現在要解封了 對吧 這根上禮線 強制股進貨三保 三個重點 美國大跌進貨 長上禮線進貨 長黑 K棒進貨 尾盤進貨 隔天進貨 我們看到中行今天果然漲停 昨天買進的這個股票 果然再創新高 就鎖了 今天就鎖到最後 所以我們來看到 兩根長紅上來碰碰 對吧 這個大概就差不多 快20%了 那今天就是要來跟各位講 就是說 利用這種長黑帶上影線的時候 來做進貨 那這當然是我們獨門絕學 再來就是萬海了 這個也跟各位講過 如果你套在350 現在80塊怎麼辦 你時裝在這邊300多萬 現在剩下不到100萬 對不對 那你如果拿60萬出來 很簡單 萬海期 昨天不到80塊 這個地方78大概吃得到 79沒問題 算你80好了 一口萬海期 是不是等於兩張萬海 對不對 你一口下來大概 3萬出頭 不到3萬 你大概抓了 當然有的人說 我槓桿沒有打那麼高 對不對 我1 4到3 隨便你抓 我今天只是幫你算一個數字 如果你今天要買20口 大概60萬左右吧 以這個價格 昨天這個價格 對不對 你60萬左右等於是多少 20口等於40張 你等於有40張的萬海 成本在80 哪怕你上面套在350 反彈上去只要到120幾 全出掉 你全身而退 你航運沒有輸到 我今天是假設你追在最高點 完全沒出 如果你的成本是在200 你早就翻掉了 那有的人說 老師我手上有資金 那一樣你現股直接做 個股期就是等於現股 一樣意思 只是差別在於不配股而已 對吧 還有一個就是說時效 老師 我沒有辦法放半年以上 對不對 你不會現在這個地方 先找機會賺到價差嗎 航運股在今年的特色很簡單 EPS超高 明年配股配息率一定很高 這在明年肯定是個話題 所以我們來看到昨天結算過後 新的期約來到1月的 我們一定直接敲1月的 萬海期 今天尾盤快要攻到漲停 你知不知道個股期一根漲停 你可以賺多少 你知不知道 我昨天跟你聊東京 對不對 今天萬海還沒有攻到漲停 大概七八趴的時候 我們家的朋友 已經跟我講法國巴黎的事情 農曆年法國巴黎包了 我們巴黎鐵塔前面 凱旋門劍對不對 三星米其林 人為什麼有這種自信 背後自帶發光 因為賺錢 賺錢就背後自帶發光 想不想當英雄來跟著我 找我我就是你的貴人 我們沒有滿嘴炮 我們只有實戰 這裡我們來看到 陽明也是一樣 好 那這個地方墊上來 萬海股本比較小 相對也比較活潑 那陽明今天短線 也創一個新高 長榮一樣 風雲季會333快速斑 這邊來跟各位講一件事 兔年三級跳 三級跳 兔年你要三級跳 現在這個時間點 先跳三 然後我們再來過兔年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後回來 九年戰法雖然不能說是錯的 但是確實需要改良 畢竟它幾百年了 早就應該要改良了 台式K線戰法本人獨創 上癮線宣估法 爆量長黑進貨法 你可以看到 沙德市場上的這些短線客 這個片甲不留了 所到之處 盡視加差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股票的資金 當然現在很多資金會四處亂跑 我們看一下華航 這些都嘗試著要跟航運一樣 但這個位置當然我們說 差別最大的 當然就是在獲利的部分 不管怎麼說 這些股票已經漲一小段了 對不對 可能短線上這邊也有一些資金 會去推它 好 位置開高之後 這些鋼鐵股打回來 很正常 這個就會洗一洗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高開以後 10點半之前 你就看到漲停板附近的話 往往你可以先出一趟 對不對 如果在10點 10點半以前 你就看到漲停板附近 現在大部分的股票鎖不住了 你先出一趟 然後拉回來等平盤 再不然就是換下一檔 這也是一種資金的運用 我的話我會這樣做 我們看一下海光 這都一樣 鋼鐵股就跟散裝一樣 持續進攻 現在Nike因為它大漲 Nike大漲也帶動道瓊大漲 主要就是因為世界盃也有關係 所以昨天我們說 太風漲在前面 今天就有賣牙 很正常 因為昨天就有人知道 Nike大漲 所以你上一線會不會出來 一定會 那是不是代表這個趨勢會改變 不會改變 對不對 創新高 其實你震盪整理一下 還有機會往上攻 另外我們看到預期 這些都是所謂的戶外概念 對不對 昨天先佈局了 今天都先賣一趟 這個就是說 太早接近漲停板 我先賣一趟 但是留了一個上一線以後 也沒有告訴你說行情就要結束了 整理一下都還有高點 有一些股票它籌碼 比方說像這個鋼掛牌 沒什麼資卷 手上今天買的它也不能出 尾盤就會比較鎖得漂亮 但這其實也不代表什麼 就是說 方向本身不會受到 你鎖不鎖的影響 但是形狀上會影響到你的節奏 好 那IP那幾支都疊下來 這支是剛掛牌 價格顯然低很多 未來反攻的時候 其實它也有價格上的優勢 2023年的主攻小組 我們現在來講一個 就是兔年三級跳 哪一檔股票 如果你拚到三成的話 其實三檔股票也就一倍了 所以兔年有幾次三級跳的機會 我們在兔年 實際上還沒有進入尾聲之前 就要先幫自己打底 過年元旦之前先來佈局 就是明年兔年三級跳的股票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我在週末帶各位做進場 禮拜五務必把握 家族 跟紅燈 拍攝 五務必把握 放在 六次 我們的